今天上午 我已经分别向蔡英文总统和吴钊燮部长 请辞驻美大使的职务 全心投入总统的选战 我是萧美琴 我回来了 挺台湾 我责无旁贷 为了我们的国家 我会聊下去 我们做的打扁 过去这几年 在美国上架台湾 是蔡总统赋予我的任务 也是我一直自己认为最佳的战斗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上全力以赴 也不敢懈怠 在过去这三年又四个月的日子当中 我和整个驻美代表处的团队 努力让台美关系的运作 更加的顺畅 也尽力完成总统和台湾人民交付给我的责任 所以当赖副总统邀请我担任副首的时候 我也陷入场考 在这场选战当中 我应该要留在最熟悉的战斗位置 还是要在新的位置上迎接更高难度的挑战 我还记得2010年 我一样面临非常困难的抉择 前往花莲投入立委的补选 也开启了我在花莲长达十年的耕耘 十年的岁月当中 我上山下田 脚步走遍花莲的大街小巷 虽然面临极度艰困的政治环境 但是也感受到花莲基层的温暖 在最接近土地的地方 多年的汗水与历念 成为我成长的养分 多年的美好与挫折 以及2020年落选的时候 支持者为我流下不舍的眼泪 都成就了我面向世界的勇气 我常形容自己是战猫 刚刚也跟那副总统说 这里为什么都是狗没有猫 只有一只猫 因为我觉得外交就如同猫的步伐 再踏出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时而轻柔 但也坚定 在驻美期间 我坚守立场 妥善处理议题 在复杂的战略环境当中 维持平衡 将台美关系最大化 也让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 更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但在俄乌战争之后 台海局势再一次引起国际的关注 尽管全世界都希望维持现状 但台海现状正不断地遭到对岸片面的改变 共激 共建 侵扰 介入选举 这段日子以来 台湾政治情势的变化 我相信大家都深有所感 也都非常焦虑 台湾能不能守住民主价值 台湾人能不能自己决定未来 不只对台湾自己 对全世界来说 都有深远的影响 而这些情势的变化 也让我对眼前困难的挑战 知道我已没有回避的空间 今天上午 我已经分别向蔡英文总统和吴钊燮部长 请辞驻美大使的职务 全心投入总统的选战 我会带着过去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岗位上的历练 以及对国家的使命 为台湾做更多 为台湾人民走更远 谢谢赖副总统 以及许多台湾人民对我的信任 愿意在我的肩膀上 托付更沉重的责任 也谢谢蔡总统给我的鼓励和祝福 我是萧美琴 我回来了 请台湾我责无旁贷 为着我们的国家 我的聊天 我们做的打拼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萧美琴副总统候选人的致辞 我是萧美琴的 我是萧美琴副总统 萧美琴副总统 爱琴副总统 字幕 李宗盛